张子怡大家都了解过 鼎鼎大名的猛女郎 更是有着国际章之称号 张子怡有幸在1998年被张艺谋发掘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要是没有张艺谋 可能就没有如今的张子怡 张子怡不仅事业上很火 在她的感情史上也是火得一塌糊涂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她还和汪峰结婚生子 让人奇怪的是 张子怡为何会选择嫁给三婚带子的汪峰呢 张子怡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因为出演了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我的父亲母亲》 凭借这部电影 张子怡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奖 这个奖对于张子怡来说 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这一年张子怡才19岁 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影后 1999年 张子怡又与李安导演合作电影 卧虎藏龙 在电影中饰演玉焦龙 2004年又出演了电影《十面埋伏》 张子怡接连几部大电影 让她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还闯进了好莱坞 也被大家称为国际张 这几年的张子怡啊 是国际上最具有知名度的华人演员 娱乐圈中的女明星 会有很多豪门公子哥追求 张子怡这样的一位 在国际上受到瞩目的女明星追求者 更是排泄了长队 张子怡的恋情 最被大家熟知的有三段 一段是和香港豪门公子霍启山的恋情 一段是和美国商人的恋情 还有一段呢 是和北大海行的央视主持人 撒贝林的恋情 大多数女人都有一个 豪门阔太太的梦想 张子怡也不例外 她和霍启山是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 随后两个人开始秘密恋爱 直到他们被媒体拍到 可能是迫于家族的压力 霍启山最终和张子怡分手了 想入香港豪门不成的张子怡 又和一个美国商人富豪恋爱了 当时这段恋情在国内外都很轰动 两人甚至订了婚 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两个人的恋情分手要告终 张子怡和撒贝林的恋情 也是众所周知的 但由于撒贝林的资产和名气不高 导致张子怡父母不满 没有双方家庭的祝福 这段恋情也持续不了多久 最终还是分手了 继续张子怡和汪峰的缘分 是建立在牌桌上面的 张子怡对汪峰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就有了一些好感 并且再加上汪峰的穷追猛打 两人很快的时间就走到了一起 而张子怡的家人 对汪峰也是颇有好感 在张子怡生日会的那一天 也就是汪峰向张子怡求婚的那一天 汪峰也是在张子怡父母的指点之下 求婚才能够如此顺利 两个人很快的时间 就走进了婚宴的殿堂 怎么讲 我觉得人要是真的决定了 为父自己的一生 给予某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人是真命天资 你在这个过程 你在寻找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的经历 我觉得 尤其女孩子成熟了也早 十六七岁开始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萌动 有这样的一个憧憬 然后对于我而言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 我没有梦想说要拿什么影后 你今天走到这红绿坛 你明天该干嘛还干嘛 它不会影响到你什么 但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个时候 汪峰在国内乐坛 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相比张子怡来说 还是有点弱 而且汪峰已经有过两段婚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差异下 让很多人不看好他们的感情 很多人觉得 张子怡应该找一个 比汪峰更好的男人 虽然网友们都对张子怡选择 汪峰这件事情不是很理解 但和张子怡合作过很多次的张艺谋 一语道出了真相 张子怡在现在的地位 对于名利已经没有任何追求了 现在呢 只是想着要找一个 可以给自己温暖的人 汪峰或许就是张子怡心中 那个可以给他温暖的人 网友对于张艺谋的说法 也是大呼惊疲 一个是扯着嗓子 呐喊生命的摇滚歌手 一个是在大荧幕上 百花齐放的国际影星 他们终究是落入凡尘 回归到最真实的样子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伴侣 没有惊天动地 只有相互守候 彼此包容 好了以上就是小编 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哦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哦